院長 新慧琪對你法院有期待嗎? 院長 我們何時要來向三黨來協商開議的時間? 好 謝謝 黃國昌委員有和你說要提早開議嗎? 好 謝謝 首先 我會邀請所有的各位的請客們來參考主角色的照片 請客來參考主角色的照片 請客去參考主角色的照片 謝謝 請客来參考主角色的照片 請客來參考主角色的照片 請客來參考主角色的照片 歡迎收看小明星 感謝各位貴賓 歷臨本次會議 首先請我介紹 今日遠道而來的瑞典國會貴賓及外交部長官 我願意延伸一個歡迎 各位各位貴賓 並感謝你們在參加今天的會議 請讓我介紹 我們的榮譽客人 我會開始為了 委員會和我們貴賓 福納維議員 代表華爾特曉森 福納維議員 代表 John Winnehall 哈格斯坦議員 代表華爾特曉森 外交部成立國常務次長 外交部歐洲師 李宥瑤副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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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容我介紹 立法院長官及委員 韓國瑜院長 韓國瑜院長 President Han Daniel Han 江啟臣副院長 Viceperson Johnny Dunn 邱志偉委員 Honorable Dr.邱志偉 外會員委員 Honorable外會員 翁曉玲委員 Honorable Dr.翁曉玲 郭玉琴委員 國際事務處 國際事務處 林辰副處長 Mr.Cayden Lin Viceperson 國際事務處 國際事務處 現在有請韓院長為我們致詞 現在我會邀請 韓院長為我們致詞 郭玲琴的手提出 他的致詞 熱烈歡迎我們瑞典 所有的國會議員到訪 外交部的國安員 我們所有的各政黨委員 大家都抱著非常開心的心情 來歡迎我們瑞典的 所有國會議員 跨黨派力頂台灣 在我們的臺灣人心目之中 瑞典兩個字 代表了 非常乾淨的國境 非常重視環保 重視人權 重視民主的一個國境 在北歐是一個最美麗的國家 所以臺灣人對瑞典的一些產品 可以說人盡皆知 像IKEA VOLVO汽車 瑞典的環保少女 還有我們讀四十多年前 讀大學的時候 只要開舞會 第一首歌 一定是阿爸合唱團的 Dancing Queen 所以我們看到瑞典人 非常開心 很誇張 我們看到瑞典國會議員跨黨派來,今天我們也是跨黨派 我不曉得瑞典國會議員裡面的政黨跟政黨,行政跟立法之間互動如何 但是我們立法院113個立法委員,有3個主要的政黨 我們內部也會紛紛擾擾,但是只要外賓來,我們每一個都是笑臉迎人 我想瑞典的國會議員跨黨派應該也是這樣,我們再一次感謝 首先要非常感謝韓院長以及各位在座的委員 波控來接見我們瑞典的代表團 請代表瑞典感謝立法院 也代表瑞典感謝各位委員的出席 在台灣的期間呢 我們受到非常榮重的歡迎 而且我們也跟許多的部會 討論了我們非常有興趣的議題 而且也有非常建設性的討論 像是包含了國防安全環境保護 以及氣候變遷 我們主要是來學習 來學習更多的美麗的國家 我們真的做了這件事 我們希望我們的訪問 能夠幫助 去維持好好的聯繫 我們有在台灣和俄羅斯 我也希望此次的來訪 能夠讓我們更加的了解台灣 並且能夠建立更好的合作 雖然台灣跟瑞典的物理上的距離很遠 但是我們有共同的價值 比如說像民主人權和法治 我們台灣跟瑞典中間呢 已經有非常好的關係 比如说像有很多瑞典的公司 都在台湾像您刚刚提到的IKEA 还有瑞典跟台湾双边也都有 一直有交换学生 当然国会之间的交流也是不遗余力 我们现在非常感兴趣 学习更多关于你的国家系统 你的法律系统 从你的观点 我可以简直告诉你 我们的法律系统 我们从1971年有一个计划系统 有349个计划 他们在影响了8个不同的政治党 当然我们也非常希望此次的拜访 能够更加了解台湾的民主制度 以及国会制度 并且了解您的看法 那现在呢让我先简短介绍一下瑞典国会的状况 我们是议院制从1971年开始成立 有949位议员代表8个党派 349对不起 349位 我们有15个委员会 并且有一个特殊的欧盟委员会 我们有选择每四个月 我们在2022年 我们有选择选择 然后那组织了 改变成立 政府 现在我们有一个公共同的 三个派 大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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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每四年会有一次选举 2022年带来的是政党轮替 那我们的政党主要是包含了 社民党 民主党 跟温和党 那我也是来自反对党 那我也是来自反对党 我还会提到 那美国在最后期间 也有100年代的民主党 因为那是100年代 从第一五个女孩 进入党会 女生为了党会 选举 派 佛兰 我们现在庆祝瑞典民主的100周年 因为那时候是我们有五位的國会议员进入国会 而女性有投票权 今天呢我们的女性议员比例占比是46% 所以性格的性格是我們很重要的問題 我們也有一個特別的性格的性格群 正在討論者上 我們會從八個黨派的代表 包括男人和女人 我們非常重視性別平等 而我們的性平團體 也是直接由議長來監督的 所以這些也代表了八個黨派的立場 我們在開議的期間 一開始會先選舉議長跟副議長 那我是上一次的副議長 議長跟副議長 共同領導我們的國會 議長也會向總理報告 議長也會向總理報告 這是我們瑞典國會的簡介 那我也非常希望可以了解台灣的制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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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我們團長 我補充一下我們立法院113個委員 那我們女性的立委有48位 我們這樣的percentage是41個percent 113個立委 我們跟瑞典一樣 非常重視男女平等的問題 除了民主自由人權之外 台灣的男女平等的觀念 也是普及台灣人的心中 這一點要跟團長 還有各位瑞典議員補充報告 接下來我會請我們副議長 跟每個委員簡短致詞 希望能夠穿梭式的 輪流式的 一個我們立法委員發言完畢 一個請瑞典國會議員用穿梭式的 我把那個阿拉伯數字 跟團長補充一下 現在我們有113個委員會 我們有113個委員會 除了48個委員會 那些女性的委員會 是41% 所以在台灣 我們也會有很大的影響 在女性的委員會 在我們的政府和民眾的心 我們也會有 我們也會有 民主性的 民主性的 和自由 I would like to invite Vice President Cheng to make a brief introduction and then later on can we invite our legislator to say a few words and then your legislator to take turns and say a few words Thank you I thank you our legislator for now Wenhobe and Hatterstein Welcome to the whole delegation to Taipei than to Taiwan I think almost every one of you is the first time to Taiwan right Yes first time So you know our geographical distance is kind of long but kind of far but in terms of values and the image actually we feel Sweden is very close to Taiwan because your country not just represent you know freedom, human rights, democracy but also Sweden represents life in our life,in our daily life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here I think we enjoy a lot of Sweden products almost everyday You know some brand Speakerhan just mentioned for example IKEA You know Now the largest IKEA branch store is in my hometown Taichung That's the biggest one and the most profitable one and make a lot of money and continue to expand So IKEA is one And then I listen to the you know podcast the app called Spotify It's a music app Spotify That's also very popular in Taiwan I listen to that app I mean I listen to music in that app almost everyday Yeah very very popular And then other brands such as Electrolux That you know a lot of device It's made by the brand And others Oh the other thing You know in my past In past 20 years I have ever owned 4 mobile cars You know from sedan to SUV I love that the car It's very you know strong like a tank You know And very useful But anyway that's in our life So what I want to say is that Even though Sweden's geography is very distant from Taiwan But actually in terms of value life And others We are very close So that's why We are so welcome that you can come to Taiwan To meet us face by face in person So in this kind of exchange I believe in the future We can have more concrete cooperation In a lot of areas Not just economic areas But other areas Social areas Political areas 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again I want to thank you For supporting Taiwan to join a lot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Such as WHA UnFCCC And Interpols And others And especially Sweden is very good a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green industry I think we are also in that line We try to do more And try to have more innovative You know in terms of design That we can Go along with the global standard So I think that's the very important areas And these areas also lead to the You know not just national developm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Also lead to the national securities In the future So 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For both Taiwan and Sweden Can have more exchange Especially parliamentary exchange I think it's much more easier Compare to traditional diplomatic channels I think parliamentary exchange Is important Between Taiwan and Sweden So again Welcome to Taiwan Welcome to legislature Thank you Thank you 謝謝今日現場的媒體朋友 接下來的會議不公開 請工作人員協助媒體朋友離場 謝謝 Today's meeting will not be open to the public But lastly przedstaw acom Hello Thank you Thank you